大家好,我是老周,今天是2020年的5月27号,大家跟着我的镜头走一走兰里这个地区一个一条比较主要的街,叫208street,这条街在兰里是一条南北走向的街,跟它另外一条主路就是200街, 就是200street,是平行的一条街,它的特点呢,这个208这条街的这个特点呢,就是近些年这个兰里的这个很多新建的这个townhouse小区,都是在这条街的两边,一会我拐上这个208这条街的时候呢,大家随着我的镜头呢,你们就注意看, 随着我的车往前开呢,你们就会关注一下这个两边,全都是近些年,近七八年吧,有的甚至是近四五年,建好的这个住宅小区,以townhouse为主, 那么我现在呢,是在这个208和87 Avenue的这个十字路口,一会儿红绿灯变了以后呢,变成绿灯以后呢,我会拐上这个208street, 我会一直往南开,一直开到Costco那个地方,今天我去加一下油,所以呢,正好带着大家走一走这条208这条街, 那么现在呢,我就拐上了这个208street,现在呢,我是在这个1号高速公路的北边,但是我现在马上就要过这一座小桥, 等于现在是1号高速公路呢,就在我的脚下,我等于是开车从1号高速公路的上面,穿了过来,到了1号高速公路的南边, 那么从现在开始呢,你们就会关注一下我这个镜头的这个左边和右边,很多很多刚刚建好的这个新的小区啊, 然后这些新的小区呢,大部分都是这个townhouse,这是近些年208这条街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特点, 为什么呢,我觉得是这样,因为这个兰里地区啊,是在温哥华以东,开车大概30到40分钟, 这么一个车程的距离,顺着1号高速公路走的话,然后它的出口应该是58出口吧, 上面牌子会指示说200接出口或者58,出来以后呢,就进入到这个兰里的这个地区, 因为它离温哥华,在温哥华以东嘛,然后离温哥华还是比较远, 所以呢,这边的房价呢,相对来说呢,就比温哥华那边,比本拿比, Bernabee,Cocquitlam,高桂林那些地方呢,还是要便宜, 所以呢,对于经济刚起步,或者说经济上不是那么富裕的年轻的这种家庭来讲呢, 到兰里这边来买自己的这个第一套房,特别是townhouse,就显得呢,比较现实, 在温哥华和本拿比那些地方呢,确实呢,这个房价实在是太高了, 所以呢,现在的一个现象就是很多人呢,住在兰里, 但是呢,上班呢,还是在温哥华和这个Bernabee那边,本拿比那边, 呃,现在你们看我这个镜头的两边呢,你就会看到,啊,这个, 很多正在施工的工地,然后这些工地呢,呃,都是一些新建的小区,呃, 这些小区呢,大部分吧,是townhouse,也有这种呃,单元房的, 那么这条街,再往前,你们会看到呢,就是过了前面这个红绿灯以后, 会有一段路,一直到前面的这个,现在这个十字路口,应该是77A好像是, 再往前,一直到前面的72Avenue,这一段,就是突然一下呢,就是施工的工地就没有了, 为什么呢,是因为,就是从现在,就从这个地方开始, 你会发现两边,哎,突然一下就没有这个,建房的这个施工的工地了, 啊,是因为两边现在的,呃,都是独立屋,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house,啊, 但是我觉得,你看这个两边插的这些牌子,表明,我个人认为,这些房独立屋呢, 也将不保,也会被开发商,呃,一个一个的给收购, 然后呢,把它连成片,然后建成,你看这些牌子, 然后呢,把它们呢,都建成,呃,这个townhouse,或者说是这个,呃,单元房, 就是刚才我们一路过来,看到了这两边的这个工地,所建的,建的, 这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72Avenue,就是刚刚,到这之前的这一段,呃, 呢,虽然有一,有那么一段路,两边全是house,但是我认为很快就会被收购, 那么现在这就是,208这条街,一直往南呢, 那一会儿你会看到哈,呃,到了一个拐弯的地方呢,还是这条街,但是呢,它就不叫208了,它就变成了204了, 是因为呢,它这边的这个,这个弯度呢,比较大,就从208一拐,呃,拐了大概, 我也说不清楚是多少度的那么一个角,反正就是缓缓的拐过去了, 这一拐过去,GPS呢,就显示,就不是208了,是204,呃,是这个样子, 你看现在这个,路的这个左手,你看也是,这些房子都是最近这五六年才建好的, 右边呢,我,呃,还是有一些这个独立屋,但是我估计啊,很很快就会被收购, 然后也盖成这种新的小区,啊,我说的就是这个地方, 你看这个弯,拐过来以后,这个GPS马上就显示,就不是208了, 就变成204了,那么208这条街还有一个,就是刚才我说的一个特点呢, 就是Costco,兰里地区的Costco,就在这条街上, 呃,我们有人说呢,就是说顺着208一直往南开,你就能到Costco, 实际上Costco,现在到了Costco的这个时候呢, 这条街呢,已经不叫208了,叫204, 但是呢,实际上还是一条街,因为拐了个弯,所以就叫204了, 那我们就现在来到了这个204和65Avenue的这个钉子路口, 那么它的右前方,也就是现在我要拐弯,过去以后, 我的左手就是Costco,呃,这是兰里地区的Costco, 因为现在的,以前的Costco,这儿的Costco没那么多人, 现在因为这儿的居民是越来越多,房子越盖越多, 在这儿买房的人也越来越多,所以这儿的Costco现在是越来越繁忙, 你看这个路的右手,也是新建的这个小区, 那么我就从前面的这个Costco的这个入口呢,拐进去, 它有几个入口,这个入口呢, 是离它的这个加油站,比较近的一个入口, 我今天过来呢,加一下油, 所以呢,想起来拍这么一个视频, 带着大家走一走这个208, 以后呢,就是有计划搬到兰里来住的这些朋友们呢, 208这条街你是少不了走的, 这个新冠之,这个当中呢, 现在这个Costco的这个加油站应该不是很忙了, 今天看看是多少钱, 我刚才看了一眼,好像是1块02分, 有一度,两三个礼拜以前有一度, 这个油价掉到了8毛钱以下, 7毛8还是多少, 好的,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, 谢谢大家的观看, 我们下一次再见,